警箱貨報到場 民宅四樓還冒出明火 煙霧不斷串出 這時候警箱也發現四樓窗邊 有一名富人呼救 趕緊利用雲梯車 把人救出來 女箱者很快的被送往醫院 這時候屋內還有多少人受困 消息和混亂 消防人員一邊忙著救火 另一方面也要趕緊搜尋受困人員 還好這時候又有兩名住戶陸續被引導救出 只是這名男住戶顧不得自己身上 也有被燒傷的傷勢 焦急的就想知道母親人在何處 等一下我媽還沒出來 裡面還有四五個人 民宅四棟五樓RC 加蓋了鐵皮六樓的樓房 一二樓是工作室 三樓以上是住宅 起火點初判是在四樓房間 四樓的窗口 它就有明顯的明火窜出 然後據報裡面有 屋內有人員受困 一直有一位女性 大約年齡是七十歲的婦人 她在火場是失聯的 一直到火勢被控制撲滅 失聯的老婦人卻一直沒聯絡上 警方逐樓搜尋 最後卻在六樓的電梯間 發現了死者 最後在六樓的電梯間那邊 找到這位七十歲的婦人 這場火警造成了一人死亡 三人受傷 三名傷者獲救時都清醒 送醫後沒有大礙 不過家庭裡的年長母親 卻不幸罹難 家屬們悲痛不已 起火原因還有待 進一步調查 民視新聞中播林俊銘 台南市報導